法案没有按照时间表来通过 就已经显示出来 当时的所谓党政分离的这种运作模式 造成了党务行政立法的三头马车 那么这样子的状况当然是不理想的 对于马团队的执政不理想 对于台湾老百姓来讲 更是一件不乐见的这个发展情势 所以呢 现在这个新的情况 让吴敦义跟朱立伦去专心政务工作 然后让吴敦义的秘书长林中生 坐在中常会里面呢 听取大家的意见 作为一个重要的中介呢 其实也是一个可以值得去尝试的一个机制 总而言之 我想马英九他的主观意志 应该不至于像外界所怀疑的那样子 要弱化 虚极化国民党的这个党机器 照理来讲 对马英九来说 他没有国民党这个党机器的支持 跟辅助的话呢 他的执政怎么可能顺利 我们注意到哈 在留任的六位副主席当中呢 嘉义市长黄敏惠是唯一的女性 那么从台湾的整个版图来说 嘉义市并不是一个特别突出的现实 那么黄敏惠为什么会得到如此的重视呢 黄敏惠市长之前是当立法委员 尤其是四年前他参选嘉义市市长 非常不容易 然后赢回执政 因为嘉义市算是号称为民主的胜地 那之前是民进党执政 那个叫做陈立真市长 那我们也认为说是两个女人的战争 那黄敏惠以他的活力 亲和力 以及他的年轻专业 然后能够打败陈立真 其实成属不易 因此他在地方首长里面表现是算是非常非常的杰出 那以马英九他的一个思考性 比如说他像监察委员考试委员等等 他都希望能够平衡两性 意思是说 就是说有些的职务他也会重用女性 尤其提拔黄敏惠来做一个国民党的副主席 以他的资历背景 能够一下要为当副主席 其实是成属不容易 因为国民党通常是论治排班 然后就是讲究备份 那黄敏惠之前没有任何的党职 然后就是因为地方首长身份 一要就当副主席 其实是表示说 这个马英九以前 以及吴伯雄主席 以对黄敏惠市长的一个赏识 以及尊重 在这次国民党的18次全会上 马英九还任命了两位荣誉主席 一位呢就是连战 一位是吴伯雄 那么在今后 马英九会如何的来倚重这两位荣誉主席呢 对国民党来讲 老干新资 成先起后 一直都是国民党很重要的一个传统 那么在国民党里面呢 过去这一些前辈 这一些先进 他们所累积的智慧 以及他们的经验 当然不能够就这样子停摆下来 所以马英九呢 主要他还是希望借用连战先生 他在国际上的丰富经验 以及他在两岸之间来往穿梭的 过去的这一些资历 那么 他在国民党里面呢 有机会